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可口早餐节目 FM91.5南部90.1依兰地区97.1花东地区FM107.7 非常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批评和指教 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为各位安排非常新颖的资讯 而且有些综合的分析 就像我们七点钟开播的报纸新闻 已经把它发扬扩散到网络上的新闻报道 关于国内重要的新闻里面 包括了PTT包括了新头壳包括了明报 包括了风传媒信传媒上报科技新报 以及科技报局等这些重要的网络报道 我们都给大家做综合的提点的分析 也就是说只要每天早上一到五您要上班 或者是要处理重大的事情 七点钟您收听coco早餐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的报道 在七点数分到七点半中 有个人为各位所做的评论 七点半到八点各种不同的软性新闻跟生活新闻的报道 更是能够扩展您的视野 八点到九点我们有政治新闻 有重要的时事新闻 当然还有社会议题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对很多事情的真相 去了解它的事实之后 做最能够精准的符合民意 符合自由民主人权文明发展的分析报道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介绍一个 明天晚上就要在台北进行的2017台北白昼之夜 台北白昼之夜明天晚上的六点钟就要展开楼 到后天早上 也就是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礼拜天的早上六点 这个台北白昼之夜 台北公馆一起不要睡 我们请到的是Bias延续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的主持人 白昼之夜的策展人刘真荣来到节目现场 同时白辐射影像创办人Rex洪玉堂 他也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文化人张铁志先生 他也是非常重要的推手 我们也请他一起来讨论 各位知道张铁志先生在中华文化总会 他们恢复纸版的报道的杂志新活水当中 他担任总编辑 他几乎可以说是台湾年轻的中壮世代当中 做文艺文化跟相关的文化社会议题里面的最优秀的人才之一 也可以说他是最优秀的顶尖的人才 好非常谢谢您 等一下跟我们一起来锁定2017台北白昼之夜 希望在明天晚上的六点到后天早上的六点 这个白昼之夜的很多的不同角落当中 我可以看到你哦 也希望你可以看到我 那更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热诚的心跟诚恳的面貌 而让我们能够抛掉一下下 对政客政治上的沮丧 为自己的人生在一个特殊的体验当中 展开一次留下一次非常特别的记录 别忘了2017台北白昼之夜 等一下我们要非常澎湃的非常热情的为大家做介绍讨论 好七点半到八点 我们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On the Road旅读中国杂志 这一期非常非常特别 Jan Austin跟曹雪芹的恋爱教室 这是怎么回事呢 曹雪芹的恋爱教室里面 有是我们所看到的 《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跟他之间两小无猜的故事 也有他们中间的所谓的第三者的介入 当然更有贾宝玉贾福跟其他的豪门贵族之间 人与人的这种勾心斗角 那他怎么跟Jan Austin的作品 《傲慢与偏见》相比较呢 Jan Austin的主角 他对于这位Jan 他对于爱情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来我们来听听 Underworld旅读中国杂志 企划主编邝建文先生 他独到的分析跟比较 好今天呢有几个题目要跟各位谈啊 首先实在其实蛮可惜的啊 那就是中国大陆的节目 中国有嘻哈当中啊 人气火辣的一位rapper啊 Vava 他原本呢要来台举办演唱会 不过呢可能是因为受到了 台大见血事件的影响啊 他的入台申请啊 遭到推荐 主办单位觉得非常的可惜啊 那这个本来啊 他是要在10月6号search 10月7号the world 10月7号wave演出啊 有30个通告啊 全部都哈 已经啊 这个取消了 那嗯 这件事情哈 混血而娱乐啊 他们表示十分遗憾 啊 事实上 当然就是说 嗯 这个嗯 中国有嘻哈的这个节目啊 现在是火热到这个中国的啊 年轻的世代 全世界的年轻世代 喜欢嘻哈音乐 喜欢rapper的啊 这个嗯 男男女女啊 大家都在封这个节目 那为什么这一个叫做巴巴的女孩子 她不能来呢 嗯 当然你要怪这个统促党 可能也要怪柯文哲 为什么要去害内政部哈 这个有放毒的嫌疑 但是不管怎样 政治的归政治 文化的归文化 我不太知道这个原因出在哪里啊 内政部啊 他们啊 这个或者是哪一个单位不让他这个啊的入台证啊遭到这个同意啊 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因为台大见血事件而取消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是矫枉过正 我再说一次 今天是礼拜五啊 我们的相关的单位相关的立法委员啊 我倒是希望像巧慧啊 像柯知恩啊 这些教育文化委员会 甚至于像高精素媒啊 你们可以为年轻人发声吗 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这位歌手 他是非常知名的歌手 很多人是真的买了门票而混血而娱乐 我是不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能够办这个活动是不简单的 你让人家礼拜六礼拜天的活动临时都受到干扰 而那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想看的这位歌手 他会是来统战 会造成我们年轻人的脑筋发生影响吗 就算他是来统战的 那又如何呢 所以这个中国有嘻哈的这个年轻的歌手 在年轻世代当中 有这么大的一个共鸣回响力 为什么要退人家的申请入台证的签证呢 这内政部长叶俊荣先生 我不知道他听得到听不到我们节目 我们很多的政治人物都很忙 他们第一手都没有资讯 但是不管你是听众在哪一个角落 我等一下当然也会去跟行政院相关的人士 跟这个发言人来请教一下 怎么会这样呢 今天还是礼拜五的早上 应该还是可以补救 你们不可以矫枉过正 台大见血事件 那是因为柯文哲市长自己去配合了一个政治活动 但是你们不能因为柯文哲市长他的错误的领导跟毫无治理能力的空洞 连一个中国新歌声这样的被人家上海统战的活动都没有办法做到对等尊严 而让其他的活动受到干扰 懂吗 好 石黑一雄这位英国裔的日本 日本裔的英国文学家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 十分臭巧的是他的作品长日将近 在上个礼拜 蔡英文总统应该是礼拜天吧 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 他说他最喜欢看的电影就是长日将近 莫非蔡英文总统他有消息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要颁奖给这位作者吗 好 昨天有一个节目在讨论客问者的幕僚所说的白色力量瓦解中 有我的朋友传这个照片 也就是电视荧幕给我看说真的吗 是这样吗 我不认为如此 我认为白色力量是被客问者糟蹋中 所以白色力量要巩固 而巩固靠的是白色力量的支持者 就是你们